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腿 今天一樣要來分享 三國志幻想大陸的遊戲資訊 這部影片主要是想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假日假期龍象來襲的刷分陣容 沒想到經過我這幾天的研究下來 居然還可以再發現一隻神之角色 而且站位的部分又有想出更好的擺法 接下來我們就不囉嗦趕緊開始吧 那影片開始之前 後台數據告訴我說 目前還有將近七成的觀眾還沒有按下訂閱 那麻煩各位大大們幫幫忙啦 好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我第一天的龍象攻略 當時的陣容擺放就是畫面中這個樣子 那這陣容有不少玩家沒有用任何道具 就可以成功打出6000多萬的成績 那我在觀察對戰過程的時候就有發現 每次結算時輸出最高的永遠都是姜維 那姜維本身要依靠怒氣質的數量 才有辦法越打越痛嘛 所以我們就要盡量讓姜維 累積到上限的2000點怒氣質 我認為就是這次高分的重要關鍵 然後由於武將進行普通攻擊的時候 會恢復400點怒氣質 所以我認為把姜維放在前排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那最好的位置是2號位 因為姜維的怒氣質超過1000點時 他的攻擊會額外造成主目標 相鄰單位60%的傷害 那這樣不論是放在1號還是3號 最多就只能打3個而已 只有2號才可以一次攻擊到1、2、3、5 4個單位 所以這邊開始 我兩種站位可以推薦給你們 成績第一種就是把姜維塞到2號位之後 除了陸迅以外 原本的站位都往後調整一格 就是姜維2、丁鳳3、都格果4、周瑜伍、馬雲鹿6 至於另一種則是 諸格果1、姜維2、陸迅3、丁鳳4、周瑜伍、馬雲鹿6 第二種白髮的好處是 可以盡早讓整個隊伍都吃到兩一羊的加速回怒效果 那以上這兩種站位 我不確定到底是拿出比較好 因為測試出來的成績都差不多 但可以確定的是 都比我這幾天分享的站位還要高分 所以各位都可以嘗試看看 不過接下來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角色必須替化 因為我原本非常推薦馬雲鹿與徐勝 因為兩者的怒攻節奏都相當優秀 但是個體的傷害方面就普普通通而已 那與其要那些微不足道的傷害 現在開始我會建議各位趕快拉滿魯素 首先這次的龍象來襲 會有幾波攻擊相當痛 所以又可能出現殘血的問題 甚至是隊友直接陣亡 那魯素的三星被動 除了可以幫隊友補血以外 重點是還可以讓魯素恢復怒氣值 覺醒之後提升為每次400點 所以光是被動的部分 魯素的怒攻節奏就還不錯 最有心的是虎鼠同門的羈絆效果 我們的隊伍裡有4隻無國加2隻蜀國 所以確定可以發動 那這就代表我們蜀國的武將 可以提升40%的回怒速度 然後無國也可以提升20% 所以這樣算起來怒氣的循環節奏 會比馬鈴鹿還有徐聖還要出色 因此剛剛介紹的兩種站位 6號都一定要改成魯素 那神秘的部分 我依然是使用斧頭加青蜓牛刀加射日弓 至於有核式幣的玩家 就要改成核式幣加斧頭加射日弓 因為核式幣會把部分傷害 擴散成全體範圍 然後團龍斧會給予對手流血效果 所以能力每回合會扣5%最大生命值 在對手血量超級多的情況下 這個效果很強 最後射日弓會給予石器傷害 而且灼燒非常適合無國體系 因此有核式幣的玩家 記得改成核式幣加斧頭加射日弓 或借其他人的賬好來測試過 確定有比較強 而且傷害高出不少 然後靈寵方面 我強烈建議使用熊貓主戰 因為他比夫豬還要更容易打出高分成績 但如果你的熊貓沒有三星以上的話 就是夫豬比熊貓還要好 接著主戰最好的搭配是青龍加白虎 但沒有的話也沒關係 放個龍象加靈圖 傷害其實也差不多 接下來潛能方面 首先陸訓我會建議使用2131 接著姜維2331 再來盯縫3212或3222 然後諸葛果跟魯素都是3222 最後周瑜2131 那如果把諸葛果放在1號位的話 可以沿用或是改成3232 至於戰魂的部分 首先第一種是讓姜維選擇弱靈突襲 其餘的都帶戰役伯吧 來拼怒攻赤柱 讓姜維可以盡可能的多次發動普攻追擊 與五星被動 接著第二種是只有 諸葛果跟魯素帶戰役伯發 其餘的全部都是弱點突襲 最後一種則是 姜維跟陸訓都帶弱點突襲 其餘的全是戰役伯發 因為我發現陸訓的傷害 通常都是第二高 而且沒有出姜維很多 至於其他人都會差距一大街 所以會建議這樣配置 至於哪一種會比較高分 我就不確定了 那水果方面目前最高分的被動水果確定是椰子 因為隊伍幾乎全部都是半圍傷害 所以能提升最多 至於屬性水果的話就很看運氣 首先蘋果是有機會成為最悠久的水果 因為姜維的傷害很高 只要能發動好幾次爆擊 成績就會比香蕉跟芒果還要高 但如果沒發動就會很爛 至於芒果跟香蕉的話 目前測試下來香蕉比較強 因為靈寵傷害通常會打超過1000萬 但神兵差不多就800到900萬這樣 所以目前最佳選擇 我認為是椰子加香蕉或是蘋果 那我今天測試下來沒有吃滿的情況下 最高成績是8161萬 我認為還有很大的上限可能 因為在測試的時候 上映博發發動次數很少 幾乎等於沒有 如果順利發動的話 應該可以再往上不少 那在這邊分享給各位 希望有幫助到你們 火腿我們下次見 掰囉